請收看衛心世界 衛心情得 衛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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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尊雅師姐 大家平安 大家好 歡迎收看衛心情得的節目 師傅從我們享受開始 風水就是我們人身體虛弱生活 跟我們死命的亂動力 風水如果是不對 我們人的事業就會遭到很大的打壓 風水如果是失調 我們家人的生活也是一樣 會發生很多副增 甚至影響到我們的身體 會遭到很大的科研 今天接受我們訪問 也就是很難得 我們來到金門教室 也就是我們金門教室的吳成宗 吳師兄 吳師兄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師兄師姐 大家好 我是金門教室十五載 吳成宗 阿彌陀佛 吳師兄 剛剛跟你在聊天的時候 一聽到你的口音 真正就是一個金門教 很重 我們金門就是海口音 你這樣在金門教室多久 就是土生土長的老金門嗎 是喔 所以金門海口音 我聽起來雖然有點陌生 但是我聽起來非常的好聽 感恩 感恩 在哪種問多久的時間 來這裡中文嗎 對 我從九十四年嘛 就有這個一年進來我們這個中文來學習 有十年了 有十年了 那可以說就是我們元達法師到了金門來開課的時候 你就進來上課了嗎 是 我們是初級一班的 初級一班 是 那個時候你怎麼知道說我們元達法師來這裡開課 我是 是 我有一位就是我們的股東 也是我們的董事長 是是 他有先來上課 然後就介紹我過來 是 是是 所以你說股東 那請問師兄你是做什麼樣的行業 我 這個我本身是在做汽車銷售 是是是 那個股東的話是因為我有投資他一點生意 是 也是監老闆就對了 是是他就是照顧我們這些股東 鼓勵大家來上課 是是是 所以股東本身有來上課嗎 他有來上 但是他就是因為可能他事業比較忙 所以他就 他就這個 他就規定我要來上 是 太好了 他自己因為時間是太忙了 所以說 一定要跟你帶你來上課就對了 是是是 但是你說你是我們這個老金門的嘛 是是是 那我就是很好奇就是說 金門其實我今天我也是第一次來 所以說金門這個地方 他有什麼比較名勝的土產 還是說有什麼比較出名的 可以跟我們做介紹嗎 欸 主持人可以講明蘭語嗎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們金門比較出名的當然是金門高粱 喔喔 再來就是金門的共同 是 再來當然金門的菜都嘛 是是 對 對 那現在當然還有金門 還給鹽花吃多的這塊就是 金門的麵線啊 嗯哼 金門的麵線嘛 對吧 是 當然還有金門的牛肉乾嘛 喔 當然金門還有一些你在這邊吃很好的 但是可能比較不方便帶出去的 像金門的海鵝啦 金門的廣東粥嘛 其實金門的話雖然地方很小 但是金門的話可以說有很多的寶 不管你吃的或者說你看的都很多 是 謝謝 所以其實到了金門以後 我有一個很大的感慨 是 看到我們的師兄師姐到機場接我們的時候 我剛剛說非常的親切 好像是說我們是一家人一樣喔 真的非常的難得 是 你剛才說金門外景 除了金門高粱 在台灣最出名就是說 有看人在賣菜刀都賣那個金門菜刀啊 哇好厲害 還可以消鐵真的是這樣嗎 可以消鐵嗎 這個我們沒有去實驗過 我們沒有去養殼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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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金門菜刀其實本來就很有名 不過就是在說說 你是土生土長這個地方 而且又來上課 是 本身又是做汽車銷售的業務的工作嘛 是 是 關心這樣子 是 關心 是 當然的話 我們老師他也去過我 我 這個我家去看 是 那我可以就順便講這個正道的事嗎 當然可以啊 因為法師會到我們家裡 每一個學院都來做關心 是 就是 法師跟隨著師父 跟隨老祖師尊學習的這個妙法 也希望說來我們這裡上課的 這裡的學員 家家戶戶都能夠平安 是 所以法師到了師兄的家裡 發現了什麼問題 你可以提一下嗎 我們法師到我們家他第一個看到的就是說 因為我們間門嘛 蓋了房子因為空地比較多嘛 所以家家戶戶幾乎在門口都會蓋一個很大的遮椅棚 而且很大 它的最大的方便性就是說你可以當車庫 當車庫 但是那時候我們不知道說你這個遮椅棚一出來 你等於把大門都遮住了 就遮掉這個智慧了 是是是 把智慧遮掉 那我們法師的話就開始我們嘛 你把這個拿起來 那孩子就比較有體育 比較有頭髒 是喔 我就當初我們 我是相信 我們家人是半信半疑 是是是 所以要正道嘛 是是是 然後我就跟我的家人講 我說那我們就這個試看看 結果我們家人也就尊重我的意見 是 我們就把那個遮椅棚把它拿起來 嗯 結果我這個 我這個 我的孩子 哇 這個功課就真的進步很多 哇 進步很深數 真的進步很多 進步得很快就對了 進步很多 是是是 所以這個正道了以後呢 家裡的師傑有沒有很符我們這個中門的廟法 喔 他這個大家的話就是我們家裡的人啊 他 他就 應該就是說很相信 就很相信 是是是 我相信說喔 在我們家裡的門前用一個遮雨棚 一般我們說這個所在就是我們的明東 是是是 明東也是我們的智慧也是貴人的地方 是是是 如果很多人就是說怕風吹日曬啦 是 有的人又心靜啊 又把這個遮雨棚喔 上面又用比較黑色把它蓋掉了 是 唉呦這個真的是好像非常的不如法 是是是 是這樣 所以改善了孩子進步申訴 是是是 對我們這個法你有更肯定了 肯定 所以你這樣算一算 你說你是十五屆嘛 是 算一算今年你已經有十年的時間了 是是是 那我知道說你是第一 初級第一屆就是進來上課這裡的嘛 金門教室 金門教室 你看我參加現在啦 其實我們今天早上要來金門的時候 那因為金門起誤嘛 我們的飛機也在了差不多一小時 是是 其他飛機跟我不用講 嗯 那圓達法師呢其實到現在還沒有到 是是是 因為他的飛機呢很早就一搬來 可是到現在還沒有到 是是 所以對金門這個地方 老師來來去去的上課 一個月來一次 你覺得老師很辛苦 辛苦的地方在哪裡 你對他讚嘆的地方在哪裡 喔這個的話 這個我們對應我們圓達法師他的精神 我們真的很欣佩 是 因為他每次來上課的話 他都要做 第一班的飛機嘛 早上第一班嘛 是 早上第一班 七點就從雙山機場起飛嘛 嗯 那我們可以算說他幾點就要從家裡出門 欸是 是不是啊而且的話 金門的話他處於海島型的氣候 嗯 每年的話都會碰到這個物跡 欸是 都會碰到物跡 這個時候算物跡嗎 七月的時候 對 不是主持人你今天的話 今天這個 以目前來講這個農曆的這個5A 是不算物跡 不算 但是今天的話就奇怪 這個剛好你們運氣好 對對對 有去碰到這個有一點霧 他要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沒來過金門的霧 讓我們知道說很有名的 是是是是 金門這個霧確實是很有名的 但是金門這個霧 也給我們帶來我們金門的話 剛才我有講到的金門高粱酒 金門高粱酒會好 就是跟這個霧有關係 是喔 他這個霧會影響到這個製酒的這個過程 是是 所以說這個霧也是對金門有幫助的 是是是 所以難怪今天做我們在用餐的時候 我們這一位這個社長 這個報社的社長 是是 聽說他現在要把我們一連載的 登載我們的中門的廟法來做弘揚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消息 那我們這個社長還特地帶了高粱酒來 是是 一小杯的就是要讓我們大家不會喝酒的人 也來嘗一嘗說 這個金門高粱酒的香味 是 還是真的很香 也受這個霧氣所賜 是 你跟我說很香就對了是嗎 是 它這個霧氣它會 它這個影響 因為這個做酒嘛 要做那個發酵的那個氣 是 所以說這個金門有這個霧氣的話 所以這個你那個製酒的那個發酵的氣 它就會達到一種 就是 將來你製酒的話 它會影響到它的酸質量 所以這個金門高粱酒才會有一股特別的香味 是喔 是喔 不簡單不簡單 不簡單 不過你剛剛提到就是說 因為你家裡就是說 這個 家裡的 前面呢 用了這個遮雨棚 是是是 蓋過之後 小朋友呢 他的智慧進步得很神速 讀書也是讀得很厲害的就對了 是是是 但是呢還有一件事情你剛剛提到說 因為公司的風水也因為你來接了這個廟法以後 公司的風水也受到改善了是不是 是是 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公司的風水那時候我們我們剛來上課嘛 那我們也不 也不懂說要請法師去幫我們看 是 但是我們那個法師就是老祖慈悲 師父慈悲 法師慈悲 他去幫我們每個學員關心嘛看 然後當我公司去看的話 那時候我們 那時候因為我們都沒有接觸中文嘛 是 大門也開不對 喔 辦公桌也做不對 是喔 很多的不如法的地方 你說大門開不對 那時候的不對 大門是怎麼開 大門就 我們剛才有說要先拔腳 不然有說要先拔刀 是是 那剛才拔刀就導致過 我們一回沒台沒錢再拔刀 腳就受傷了 是喔是喔 啊辦公桌也做不對 我們剛才辦公桌 我們沒有那裡 後面比較多說有糖啦 空氣比較好 喔喔是是 結果我們不知道說 那個就是反小鈴嘛 喔是是是 所以說的話 那南法師就幫人改善 是是是 改善之後 一切就比較穩定 就穩定下來 是是是 其實這個公司行號 不論說你外面做 一定要穩定 是是是 有穩定的時候 你做其事業也很順心 是是是 外面這裡一些 那些人其實貴人就會多 是是 就沒有一些這樣 沙沙沙沙的事情 是是是 所以你剛提到這個 我們的這個主桌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 辦公聽主人的位置 這是很重要的 是是 因為這好像是我們家裡的神桌一樣 是是 這個神桌家裡擺錯了呢 其實真的是麻煩很多 是 不怪說你為了方便 結果沒有想到犯了風水的大忌 是是是 所以那時候坐的時間坐得住 好 那時候坐 當然會感覺說 我們 事情很多 因為 當然 我們 我改選是 民國95年就改善了 是 當然經過這段時間 我們就 很穩定 很平安 所以是 之前的不如意的事情 還提到不記得 是是是是 沒錯 我們說與其我們不記得 其實說真的 我們進了中門以後 接觸了廟法 那因為大家都很努力在誦經 你就發覺 其實 我們智慧增加了 是是是 這些都是小事 是是 真正的就是說 要把我們的智慧打開 才是重要的 是是是 你知道師兄有這個感覺嗎 有有有有有 來我們中門最大的收穫就是 老祖慈悲 師父慈悲 是是 對那個師父開示嘛 鼓勵大家誦經嘛 嗯嗯 那你經典送的也都 以我個人的這個 這誦經的這個感想 是 你經典送的也都真的是 對你的智慧 對你家庭的平安 真的幫助相當大 是是 所以師父很慈悲 是 所以才想說 在我們這一次 以未年老祖聖誕的時候 師父就希望 我就說 我們可以從 我們去年送經到今年來 可以達到 個人能夠達到一千步 是 那集合起來達到一千萬步 那是不是我們所有的金門教室的 這些師兄師姐 大家都努力在送經 有有有 大家都努力 大家都努力 是 師兄因為你本事也很忙嘛 送經的時候 你都用什麼時間來送經 我送經的時候 我就 早上 因為這個早一點起來嘛 是 那我就晚上 師父慈悲有開始 晚上你就盡量少去喝酒應酬 少去喝咖啡聊事會 是 是 那可能 剛開始 可能要改善這個生活習慣 可能 比較過不了 但是 一段時間來之後 你就 你就會 見入家境 對 你把 誦經 或者上課 你就會把它當成一種 很正常的做習時間 你也是必須要做的工作 是 是 你就會改過來 是 所以我請問師兄 因為你去看我們中文十年了 十年之前 還沒接觸我們中文的法門的時候 你有送過經嗎 或者是 沒有 完全都沒接觸 是是是沒有 是 那當法師跟你講說 今天我們中文最好都送經 有智慧的時候 你的感想怎麼樣 當法師 我們法師跟我開示 他 我記得他 他開示我第一部要送的經典是 觀世音菩薩普文品 是 但是我有一段時間我也送不下去 是 我也送不下去 對 到最後我才知道說 我們法師也是很慈悲的 我知道那個 觀世音菩薩普文品是佛教的財神經 是 其實他 他也是 愛人好 你去做行李 你要來送這個 佛文品財神經 但是因為 當初 我們剛進莊門嘛 我們還沒有那個智慧 還不懂 還不懂 真的是 現在想起來很慚愧 是是是 那所以說這一次我們這篇送經你練幾篇 我 我 以衛聯嘛 以衛聯去聯我 是送一千兩百多部 是喔 沒有沒有很少很少很少 太多了太多了 太佩服你了 沒有沒有沒有很少 因為你本身還在做行李嘛 很少 還要去做業務嘛 是是是 那你看看 進了我們中門以後 我相信你在跟這些朋友在記者 把小公在推廣生意的時候 遇到貴人會不會比較多 喔 這個的話我在這邊 我要來講一個 講一個這個案例 我有一個 他現在目前還沒有進我們中門來 來學法 他還沒有來上課 但是他跟我們法師也認識 我們法師有開始他送天德經 但是他很有智慧 他說我們天德經裡面二十三天王嘛 喔喔 他說他每一次 三十三天王 對三十三天王 但是第二十三天王 二十三天王 二十三天王是那個 他每一次要去跟 跟那個這個跟客戶 要去談case 要去講生意 他就二十三天王一直送 是 二十三天王一直送 喔他說每一次去都談成 要合乎中庸 對 二十三天王就是中庸 是是是 師兄 你剛才說這二十三天公 做生意的時候 可以維持中庸嘛 是是 這個二十三天公 我們的天王是什麼 你可以把這一段 來分享給大家嗎 二三天公火則天 天王聖明從貴王 一中求同自中庸 無偏無矣千萬年 是 所以你說這師兄 每次要去跟人做生意的時候 都黏著嗎 是是是 是 他有什麼樣的感應 他就是 他每一次如果不去跟客戶 講事情 不去簽 簽約就對了 是 他就一路 以往他洗車就黏 這二十三天王 就黏著 這聖明一直黏 是 所以他每次去的話 我 談生意都談得就很很順利 是 所以他還把他這個政道 來跟我分享 是是是 然後再 教我這個廟話 是 那這事情有在我們的金門教室上課嗎 沒有 他是有 他也算很有福報 他跟我們那個 嚴達法師的話 結言 是 嚴達法師有開示他 要多誦經 是 那他雖然沒有來我們這個中門上課 但是他每天 他還有在誦經 是 他有在誦天德經 有在誦經 是 是 因為我們的圓達法師 他是我們金門教室的指導老師 但是圓達法師呢 就是說 感念他小時候就是也是金門的人 雖然說 他現在立開我們金門的家鄉 還到台灣來做發展 但是他發現就是說 學習到這麼好的一個廟法 他一定要回到他的故鄉來 把這個廟法團成的故鄉 希望我們故鄉的人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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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學習的可以很多 但是最主要我們 最欺佩我們圓達法師的 他的這個 紅髮的精神 你看他十年以來 每個月 他都要回來金門一次 每一次的話 你看他那個 要坐第一班飛機來 來上課 要上一整天的課 然後的話 到了下課 晚上下課 可能還有很多的邪言 很多問題 要來請假 還有問題 隔天星期天 他可能還要再服務我們很多邪言 或者信眾 對 信眾 所以說可以講說 而且說主持人您今天也碰到坐飛機了 是啦 所以說我們圓達法師 就是十年以來 真的讓我們很欽佩的 也很感動的 就是他的這個精神 這個精神 是 真的喔 圓達法師我們可以說 數十年如一日 每天就是這樣 每個月 一定要抽出一天的時間 來跟這些學員上課 而且禮拜天的時間 還把他最寶貴的時間 留給我們這些學員 或者是信眾 無什麼事情來解疑 所以說像這些有信眾 他有很多解疑 很多問題的時候 是由學員來做介紹老師 來幫他來問事 來做了解嗎 是 而且我們圓達法師 他對於信眾 來請教問題 然後他 我們 我們圓達法師 就讓我們這些學員很感動 就是他 很慈悲啦 對於這個事情 他都會辦得很仔細 很仔細 對於信眾 他都不會去分彼此 分高低 都一視同仁的在辦事 這十年來 就讓我們很感動的 就是這樣子 沒錯 圓達法師是一位非常謙卑的人 那師傅也在跟我們開始說 我們維新聖教的弟子 一定以謙卑為懷 不要更高 真的 法師所有的行事風格 都是從師父的身上學習來的 然後來影響我們的學員 影響的信眾 讓家家戶戶都能夠達到一個平安 內心很安定的一個境界 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們的吳師兄 吳主任 你現在是我們金門教室的主任 主任做什麼工作 我這個跟其實主任的話 我們法師交代我 當然第一件工作就是 我們各班上課 提醒各位師兄師姐 什麼時候要上課 會來喔 是是是 第二點的話 也就是說 我有這個 老祖慈悲嘛 師父慈悲嘛 那個法師慈悲 讓我有這個福報 來擔任這個班主任 當然的話 第二件事就是 每次上課啦 我都也都會來上 是 但是每次上課 我上我都 有笑的報 有笑的報 哇真的 每次都有收穫 對 你課上的越多的話 你可能你就會越精進 是是 你誰到的會越多啦 沒錯 沒錯 你等於就是說 你上課的次數越多 等於你其他的這個 緩心的事情 都會減少 是是是 所以進了我們中門 其實師父經常跟我們開始說 入我們不平 出我們不負啊 真的你記得我們做問了 然後你看到說 哇我的內心越來越瘋碎了 真的非常的難得 而且就是說 今天我們訪問到的 就是我們金門教室 十年前第一位學生進來 包括到現在真的很難得 也感恩我們的吳師兄 來接受我們訪問 謝謝你 也祝福你感恩 感恩主持人 感恩 當然我們也很感謝收看 《維新政得的節目》 師父很完想的時候開始 大家學業經 國家社會健太平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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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